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一句话,林故有一子,或中于泰山,或轻于红毛,昆山站穿路被反杀的龙阁大概属于后者吧,毕竟虽然死了,但是大家关心的反而去砍死他的骑车男子。 关心他这属于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,疑惑者为民除害,还有网友翻出了他多次被判刑的不光彩经历,从这个就不难看出来,一半时间都在监狱待着的社会哥,居然在昆山15和6,开上了跑马,开启了当铺,也说明了什么,真的是喜新革命呈现经营吗? 还有网友从网上找到了龙哥所在的宇宙第一黑社团,天安社,都是一群五大三粗纹身不爱穿上衣的社会人。 一位与龙哥相识多年的纹身店老板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他平时你喝多久之后,就像发疯的牛一样,虽然龙哥死了,但是大家还是非常关心骑车男子的命运。 究竟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,是无罪释放还是要判刑几年,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谋杀,肯定不会重判,可能是看多么黑恶势力横行霸道,欺压砍杀无辜群众的报道,这一处反杀事件如同清流。 虽然网友一边讨认为齐车男子是正当防卫,情势危急,做出过激反应可以理解。 不过,网民的意见不算数,最后还要听法约的,一个法治社会,绝不是坚硬的执行法条,而应该充分考虑民意,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,让法律去保护无辜受侵害的人,让黑恶势力有所忌惮,让社会公众得到鼓舞, 将社会正气得到弘扬,在扫黑除恶的形势下,我们相信法律会给民众一个正气凛然的判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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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